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曾经的黑龙江队乒乓球运动员王开 在退役以后成为了一名短视频网红 在社交媒体上他常常伴猪吃老虎 以菜鸟的身份去挑战民间各路高手 用极具反差的表现全粉无数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鞋 王开的套路玩多了 偶尔也会被对手给套路了 大约去年的这个时候 王开的团队给他安排了一组神秘的对决 一开始摄影师告诉王开 经过苦苦追寻 他们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对手 要找到球馆过后老公了 真的啊 王开来到球馆一看 空旷的场地也没看到几个人呀 只有一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大姐 不过出于礼貌和拍摄安排 王开还是主动搭上 提出和对手切磋一下 这时王开还是秉承昔日的套路 告诉对方自己刚学乒乓球不久 而对面的大姐也低调表示 安也是瞎玩一下 开局之前 王开突然感觉有点异样的气氛 这普通的业余切磋 对手看起来这么菜 为什么场边做了好几位大姐 阿姨级别的观众呢 但是王开来不及多想 就被吹着赶紧上场了 那我又发了啊 我又发了啊 这姐的打比赛还行啊 我又接发球了 刚开始几个球 对手展现的实力果然很菜 各种低级失误 看来今天将会虐的对手没脾气了 前面四个球 王开洋洋自得 虽说对手比想象中打得好一点 但一切好像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时王开已经感觉到对手的实力了 接下来就是表演时刻了 对手突然华丽变身 多个高难度的防守 刁装的弱点 强大的力量 顿死让王开压力伤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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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中 对手巨狼实现了仿超 而网开也使出了吃奶的劲 今天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 这球也不像一般人 哈哈哈 7比70对手的攻势太强 王开的抓拍姿势也有问题 直接把球拍给打烂了 全场瞬间震惊 一位观众在旁边提醒说 霞姐把口罩给摘了吧 这时王开直接看傻眼了 本想扮猪吃老虎 虐一虐路人 没想到被世界冠军以牙还牙 成为了对手的菜 那么视频最后问一个问题 拥有省队扎实水平的王开 女子世界冠军 大满贯球员李小霞 这两个人同处于巅峰 他们如果真实PK 谁能赢得胜利呢